一后解封终于可以脱口罩开心聚餐 没想到猪排牛排一上桌 正想大口咬下时 却觉得牙龈不舒服 饭后甜点来吃口冰淇淋 却又引起一阵阵牙齿敏感散软 除了无法进行大蛋美食外 甚至刷牙还会流血 口腔状况轮番扰乱 不只社交聚会变得难以启齿 就连平凡的生活日常都因此深受影响 敏感性牙齿跟牙龈问题一起发生 不知从何处理吗 照顾口腔的生效关键是什么呢 早安健康邀请李嘉玲牙医师前来分享 国人当中有超过八成的成年人有牙龈问题 且其中还有将近五成的民众认为自己有敏感性牙齿 但两种口腔问题的成因不同 处理方式也不同哦 口腔疑难一 为什么牙龈问题与敏感性牙齿会一起发生呢 敏感性牙齿与牙龈的问题的生成 其实是有关联的 我们先了解敏感性牙齿为什么会发生呢 牙本质位于法郎子和牙齿的下方 当牙齿内层较软的牙本质外落时 就开始发生牙齿敏感的问题 主要是两大成因 第一种 法郎子磨损 磨牙 过于频繁的刷牙 或是每日饮食造成的酸死 都可能会引起法郎子磨损 第二种 牙齿退缩 由于刷牙太过用力 和过于频繁 或是长期的牙齿问题 都是影响因子 当法郎子磨损 牙齿退缩 牙齿下面的牙本质会逐渐外落 引起敏感性牙齿的问题 而长期的牙齿问题 也可能会导致牙齿不适 刷牙流血等其他 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所以敏感性牙齿 和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很常同时一起发生 要尽快处理 若不处理 则可能会导致 两种口腔问题 变得更严重 因此 许多民众会积极的尝试处理 不论是调整饮食 改变刷牙习惯 开始使用牙线 或是使用功能性牙膏等等 但通常有可能只处理到 其中一种问题 最终却发现 这两种问题 都没有得到充分的改善 这其中的原因 有可能是因为 没有针对这问题的根源去处理 建议应该要咨询牙医师 一次好好处理这两种问题 口腔疑难二 若想一次改善两种口腔问题 该怎么做呢 牙齿问题与敏感牙成因不同 处理的方法也不同 当两个问题同时发生时 就需要针对个别的问题根源处理 酸管齐下的进行改善 是关键 牙齿问题怎么办呢 处理牙齿问题要留意 清除牙菌斑 因为口腔内的食物残渣 及细菌 会造成牙菌斑大量的堆积 如果没有及时的清洁 放任其长期的累积 且持续的刺激牙齿 将会导致牙齿不适 刷牙流血 等其他牙齿问题 陆续的出现 难而长期的牙齿问题 会造成牙齿退缩 这时就有可能会导致 敏感性牙齿发生 刷牙前可先使用牙线清除残渣 并留意牙缝的死角 同时 建议使用含牙菌斑清除功效的牙膏 才有办法真正帮助改善 牙齿敏感怎么办呢 敏感牙的问题 则建议需要同时达到 避免法胺脂磨耗 与使用抗敏成分的牙膏 除了需留意刷牙力道之外 也建议使用含丰田牙本质小管 并修复牙齿敏感部位的抗敏牙膏 民众除了从日常习惯开始调整外 搭配使用能有效帮助清除牙菌斑 并且可以帮助舒缓敏感性牙齿的双效牙膏 更是处理两大口腔问题的重要关键 双效牙膏仍同时帮助处理两种口腔问题 推荐可以选用含有福化牙齿酸效配方的 酥酸钉专业抗敏护引牙膏 福化牙齿酸效配方可以 第一 丰田牙本质小管 在牙齿脆弱敏感的部位形成保护层 帮助舒缓敏感性牙齿的不适 第二 配方采用微米泡泡伸洁科技 含有百万个微米粒子 可以帮助深入指缝或牙齦勾 将有效的成分带完牙刷染影接触的死角 帮助清除牙菌斑 达到护引的效果 湿酸钉专业抗敏护引牙膏 一次处理牙齿敏感与牙齦问题 两周有效 帮助舒缓牙齿敏感与改善牙齦健康 民众除了需定期自牙医诊所检查 平时的口腔保养也需要重视 我推荐日常选择使用 湿酸钉专业抗敏护引牙膏 每日使用两次 并配合正确的刷牙习惯 即使现在不需要戴口罩 不用担心口腔的问题成为 平常美食精彩社交的阻碍